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5月15号 星期六 美国的东部输油管道 陷入混乱这件事 大概是看起来在一段时间里边 就有可能解决了 因为据说 勒索美国输油公司的 管道公司的黑客组织 已经宣布解散 这件事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 居然有人勒索它 500万美元已经入账了 黑客组织哪来的 我有一期节目跟大家讲过 Darkside Darkside是黑暗面 这个黑暗面这个组织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黑客组织 在世界上干过很多 敲诈勒索的事情 在网上已经活跃了 大概有十来年了 这一次 这个黑客组织已经承认了 这个事就是他干的 而且他已经收钱了 并且告诉你 用某种加密货币 以某种方式 然后你某一个软件 然后把钱打到 打到之后就拉倒 这黑客组织哪来的 告诉你一个事实 那就说美国呀 太逗了 美国这个形象的 手拿一把剑 东突西杀 剑神 杀神 剑佛 杀佛 一会儿说 我是不是你把我的那个 收入管道给我弄乱了 俄罗斯 是不是你 拿着剑就杀 然后回头对着中国 回头对着朝鲜 然后呢 回头再一看 又伊朗 美国这耍得厉害呀 美国现在就像一头大象 像一头这个美洲豹 像一头狮子 走着言之是个庞然大物啊 怒气冲天 在这一会儿耍得厉害 哈哈 比划来比划去 累得精疲力尽呢 低头一看 哦呦喂 勒索我的人原来是Darkside 原来是跟这个自己的中情局啊 跟自己的国家安全局啊 关系极为密切的 不分彼此的老相识 原来是你啊 哈哈 隔壁王奶奶说 妈的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解散解散 给我解散 宣布解散 让他们自己宣布解散 于是就Darkside 真的就在网上宣布说 我们解散了 而且明确说 我们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 他们的压力 我们已经扛不住了 解散 活该 那是在解散 对不对 小妈仔敢勒索大老板 刚到上海 安徽的一个小东西 拿着个斧头 要干黑社会 你敢绑架杜业商 你敢勒索黄金融 你不找死了 你勒索个毛啊 昨天拜登已经出来说了 这个话俄罗斯 愿意听 因为他说了 昨天拜登说的话 是大意吧 大意是说 这次原油管道出事啊 跟这个俄罗斯没有关系 前几天啊 所有的媒体都暗示 这事和俄罗斯有关系 甚至就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黑客组织 他们也说Darkside 但是他们一口咬定 Darkside是你 俄罗斯 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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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干的 巧的是 这个世界新闻太有意思了 巧的是就在前天 有人提议普京作为下届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以前都说通俄门那是跟那个川也有关系 现在拜也说不是俄罗斯干的 啊 以前搞错了 对不起啊 开个玩笑 啊 接下来有人就提议普京得诺贝尔和平奖 世界上新闻看起来真是太有意思 对于新闻反转 大家已经见怪不见怪不惯了 但是反转到这种程度 这么充满喜剧色彩 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 不认自家人 您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Darkside就是黑暗面啊 这个黑客组织 他有个自己的运营网站 从周四 今天才周六吗 前天 开始 别人已经上不去了 有一个FD Darkside的员工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FD你告诉我一下 前面 就黑暗面网站 前面加个FD大写的 这什么意思 FD的一个Darkside的网站呢 已经告诉他们的员工 说他们的收到了执法机构的 执法机构的和美国的压力 目前已经没有办法访问了 基础设施 然后呢 我们这个也决定不干了 算不干了 干不下去了 美国政府不让我们干 根据周四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啊 就是说美国这个输入管道啊 就美国最大的输入管道 而不是最大的输入管道之一 受到加密攻击之后 嗯 美国最大的输入管道的公司 就即刻把500万美元加密货币 就打给了Darkside的公司 打过去了 但是 Darkside的公司不满意 说那钱怎么还没到 钱怎么还没到 看看到了没有 看看到了没有 一看短信没到 一看微信没到 一看什么都没没到 哈哈 为什么呀 这美国这个这个这个管道公司 居然说 我打打打打打打 我打 我不是不打 你看 你你你你给我这解密工具啊 运行实在太慢了 没办法 没办法 我这事我解决不了啊 我不得已 采用备份 然后重启系统 所以当务一点时间 您别着急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啊 就美国这个政府 如此强大呀 世界上谁敢热美国 但是怎么一个Darkside的这么一个小虫子 你都搞不清 他是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还是一百个人 在网上居然就能敲诈美国 而且这绝不是第一次 而且当天就打仗 那打仗当天就打钱 网络专家说像Darkside这样的勒索团队啊 当然可以解散 他说先不解散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他解散 他随时解散 随时呢 在这个成立 因为他这个人都在啊 他宣布说这个我不弄了 我重新起个名 我又出来了 冲出江湖 所以这一次呢 Darkside的自己宣布解散 等于说给美国一个面子 美国呢 政府给我压力了 对不对 那我就给你个面子吧 但是大家注意到了 像美国司法部啊 像美国IBI啊 像美国这个中情局啊 这事呢都没有站出来 以工 以他们这个部门的名誉对外讲信息 为什么呀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事啊 你很难说呀 这个Darkside到底是 他跟美国的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 到底谁是小偷 谁是贼啊 对吧 谁是兔子 谁是狼啊 这搞不清楚 为了面子上好看一点 拜登政府周四宣布了 说拜登 政府所在 白宫一直在和莫斯科进行沟通 要求该国对勒索网络的软件 采取果断行动 同时采取措施来破坏这些网件的运行能力 哎 你看这有意思吧 老头你刚刚说了 不是俄罗斯所为 然后接下来 你又要求俄罗斯政府 约束在你境内的这个 这个Darkside 这个黑暗面的网络勒索公司 还是要个面子 对吧 我给你个面子 我说不是你 我同时又要个面子 你不能总 你总不能说 我中情局跟他有七四八里的联系 然后我自己把自己的这个 油气管道公司给加密攻击了吧 我不能这么说吧 所以咱彼此给个面子 你看这样行不行 所以现在这事就发展到这一步 美国这个有个局啊 我喜欢叫他一见中情局 因为中国成语叫一见中情啊 美国这个一见中情局啊 他呢 最近一再散步 暗中散步 说Darkside的这个据点啊 在俄罗斯 或者就在东欧国家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喜庆和他的关系 美国媒体其实呢 在前天就已经披露了 说遭到网络吸气之后 美国最大的税货管道公司 早早就付了赎金了 对吧 然后呢 蓬佩奥就出来了 吸服扣子 吸服扣子扣都扣不住了 蓬佩奥先生就出来了 说拜登政府 对呢 这些黑客组织太软弱了 如果是我 我绝不会这么处理的 但是这个公司受不了啊 公司运用 这个运用商叫克罗尼尔公司 这也是美国的最大的管道运输公司了 他受不了啊 因为这一停啊 这一停啊 现在呢 就是几千万美国人 美国东部连同军事设施 那原油都受到影响 这是扛不住啊 如果你你不给他 他不告诉你 他不告诉你 怎么怎么这个 怎么解密 你真是不行 所以五百万美元 早早真的就付了 蓬佩奥 你你蓬佩奥 你这个蓬胖子 蓬胖子 你是站着说话 不嫌腰疼 你挺着个肚子 你不嫌腰疼啊 但是蓬佩奥也不是都说错 蓬佩奥说 这暴露了 我们在基础设施 发明的脆弱 废话 谁不知道 对不对 现在社会都很脆弱 台湾 你天天吹台湾民主典型 台湾 台湾那个发电厂 发电厂突然工人操作失误 好家伙 台湾就停电了 发布会 麦克风都不响 电视台 电视台演播视力 哇一片黑 那主持人长 怎么漂亮 你都看不见了 那谁不脆弱 那如果水停了 那就更麻烦 马桶的臭味出来了 你上三面厕所 马桶还是没有冲水 你说怎么解决 所以蓬佩奥真是蓬胖子 站着说话不些腰疼 因为管道公司 就在Darkside公司宣布说 洗手不干了 金盆洗手 给我压力 老子不干了 洗手 这水珠还没甩干净的时候 周五早晨 就是昨天早晨 Darkside又宣布了一条 说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东芝给干了 东芝 东芝 Disney 日本 对吧 这次干的是东芝的法国公司 窃取了740Gb的数据 好家伙 东芝法国公司现在还没反应呢 当然已经宣布了 东芝法国公司是采取 悄悄给钱就拉倒的 还是要张扬一下 还是要大家关注 不知道 这取决于东芝 东芝法国公司 他们怎么思考 Disney 美国是国际警察 美国在全世界二战之后呢 据说只有几十天没打仗 他想打谁 想收拾谁 收拾谁 打了别人 别人也没办法 因为他确实太强大了 但是被一个黑客组织 就像大象耳朵里 钻进一个小老鼠 就像孙悟空 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但是把美国折腾的这个样子 美国作为国际警察 国际警察 哪国的小偷你都负责抓 哪国政府你都可以随便收拾 但是你怎么就弄不了 这黑客 大克赛 大克赛的说 洗手不干了 有本事你说 无论在哪 我像抓这个拉灯一样 把你抓出来 赵本山小品说 王八抓出来 按个儿放血 你有本事这么做 做不来 做不到 那做不到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就是一个国际笑话 这笑柄啊 以后咱拿出来就笑 拿出来笑 哈哈哈哈 大克赛 大克赛 拿出来我们就笑 5月7号 就这个著名的黑客组织 把这个 把这个成品 用艺术馆到供应商给拿下了 然后100G数据 就给你偷走了 然后美国就17个出现 幽荒 然后拜登先生宣布 这几个州 刚经过进入紧急状态 哈哈 美国这个黑客组织 我上期跟大家讲了 他是一个号称网络罗宾汉 人家杀父计贫 不是 还不是杀父计贫 不用杀 人家说我只为了钱 我就劫负计贫 那勒索不太多 500多亿 500多亿美元 很少 我也不想弄死你 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你不服 不服我再勒索你 500亿美元 而且这个呢 叫网络破坏之神的这个组织 从来就不袭击医院 从来就不袭击学校 从来就不袭击民用设施 他就专门 谁厉害 谁厉害 你站出来 好 我就袭击你 而且公开宣布 并且还公开宣布说 谁有冤 谁有仇啊 你来找我 我找机会 我看能不能收拾他 而且还有自己的理念 你这网络罗宾汉 大家发现 在美国不是所有的人都痛恨的 你汽车加不上油 有涨价了 我恨你 但是对这个网络 罗宾汉呢 有人是有好感的 因为他的形象 有点像大家看的电影 坐落 坐落 骑着马 坐落来了以后 专门杀富济品 而且呢 还长得 格里高里派克尔眼子 长得还不帅 现在谁也不知道 Duckside这帮人 到底长什么样 而且他们在哪也不知道 美国人说 在俄罗斯境内 他为什么要在境内呢 他网络 有什么必要在俄罗斯境内啊 对不对 他在哪都可能 所以有人有个分析说 这个Duckside有可能 他分散在世界各地 他有可能是一些彼此之间 仅仅靠网上密网 加密网 暗网 相互联系的一些网络高手 那这些人 由谁来组织呢 这咱就不知道 反正美国现在呢 133支网络不对 美国有133支网络不对 美国黑客是最厉害的 美国搞各种各样的软件 就是为了收拾别人的 但是现在 丢脸咯 给钱咯 丢不起这人咯 没办法 美国你都对付不了他 所以美国这次呢 还真是 龙龙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不认 自家人呢 这家黑客组织 一边收钱 收拾网上的牛人 一边做慈善 怎么做慈善 他把其中一部分钱 拿来捐给慈善组织 你说还有还有这样组织 这真是 所以现在呢 现在这个战争形态 已经改变了 前面就对话 这个超限战的作者之一 王湘岁教授 现在战争形态发生变化了 不是国家和打仗的 不都是国家和国家之间 你对面很可能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小老鼠 小病毒 松散的组织 网络非国家行为体 而且他的诉求很简单 有人有宗教诉求 有人对缘政治诉求 有人是有极端的思想 有人就是 我就简单的想弄俩钱花 而且呢 我有一种自己的理念 我想塑造一个网络 罗比喊作路的形象 我就跟你过不去 而且美国拿这样的组织 没办法 可是大家也千万不要低估了 美国 美国不见得是没办法 美国有可能是在 有办法在控制当中 突然进入了一种状态 什么状态 be on the control 失控了 失控了 它是我发展的下限 我发展的下限 又是下限 只不过那个 那个环节 我可能不知道 后来出了个bug 有人在 因为不服气了 因为内部运行方面的原因 这帮臭小的不服管了 然后他们自己 反过来勒索老板 老财 老板 加钱 你不加钱 不加钱 我让你好看 美国很可能 中情局有关方面 和这个黑客组织 有这样的联系 但是呢 遭到网络攻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呢 怎么办 他就不能怎么办呢 对吧 怎么办 不能怎么办 不是不能怎么办 而是宣布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呀 宣布紧急状态 太随意了 当初特朗普 大家还记得吧 只批准了1.13.75亿美元 修筑隔离墙 特朗普说 我认为应当57亿美元 修筑隔离墙 国会批的 批的少得多 只批了1.13.75亿 然后特朗普就宣布 宣布 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就这么横 就这么豪横 总统行政权力 对不对 为什么呀 我就不高兴 所以宣布 跟儿戏一样 比较靠谱之前 此前的美国总统 把紧急状态 当电灯开关一样 动不动就开始拉 紧急状态 拉灯 拉电灯开关 现在开灯 都是这种案件的 我们小时候都是 我们叫闭火 拉灯我们叫闭火 拉灯闭火 找总统 只要一波高兴 不合我的意 拉灯 不合我的意 拉灯 不合我的意 我拉灯 动不动就宣布 开启 奥巴马呀 小布什呀 克林顿呢 分别让美国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多少次呢 十三次 十二次 十七次 都十多次 比起来 比起来 腾腾不色少的 对不对 美国 美国老百姓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你们这个选出来 一个总统 一个一个 怎么动不动 就进入紧急状态 有的紧急状态 会持续一年 有 反正是我的要求 你不答应 我就紧急状态 这有点像什么 延长紧急状态 有个小伙子 是网迷 他说 有点像网吧 那个网管 网管家中 一直到现在 美国还有几十个 紧急状态令呢 在生效 嗯 这次 这次事儿真的是很大的 这个管道啊 这管道63年就开始建 德克萨斯一直到休斯 一路上呢 直至纽约 全长有八千九 不到一万公里啊 八千九百多公里 这也是很长的 这个长度呢 这个长度在在 他不但长 而且粗 又长又粗 汽油柴油 航空柴油 二百五十万桶 沿途呢 有多少个州 十二个州 纽约亚特兰大 军事设施 那那辐射 辐射是将近 零点五亿人 就五千多万人 现在呢 人家一个黑客组织 在他过来之后 说让你这个停就停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嗯 美国CIA 美国FBA 美国网络部队 美国能够堂而皇之的 攻击世界上任何 任何的地方 但是就是对 这个小黑客组织 这个小蚂蚁 这个小老鼠 没办法 这只兔子 没办法 那这件事 到底是 怎么解决 现在呢 已经交了五百亿了 五百亿 五百万了 然后呢 已经宣布解散了 我估计这事就完了 然后就恢复就完了 现在油价上涨 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那就美国再乱一队 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 这个黑客组织和美国的 中情局的这个联系啊 中情局和他那种理不清的关系 还在继续下去 在这个世界上 这种网络能力最强的是美国 黑客组织最多的是美国 黑客组织干事最多也是美国 但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于是就打了条乱政 作为中国人 当然看了一场大戏呀 好看呀 美国丢面子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些黑客组织 袭击了中国的管道 我们又当如何呢 因此 扎篱笆扎得紧 野狗呢 钻不进 这件事情 给我们提一个信 这件事情 非常之重要 感谢收看 我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